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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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因為 這個 高級班 說是要用華語 可是我本身是 馬卡道族的原住民 但是很可惜 我們這個族群的 語言 也被漢民族消滅了 我是 高屏地區的馬卡道族 屬於平埔族的一隻 我們平埔族 大概也有十族 台北有 凱達格蘭族 宜蘭有克馬蘭族 台南有希臘雅族 那麼 我們 我記得我 族群的語言 剩下高雄市這個 來源就是從 我們馬卡道族的 Takao Takao正好日本人來的時候 那個發音就跟他們 日本的高雄同 所以他就把高雄 取這個名字 那屏東是 以前叫Akao 台語叫Akao 就阿虎城 那也是我們 馬卡道族留下來的語言 我只知道剩下這兩個音 很可惜 那麼 民族到了一個地方 就是要跟他同化 把人家的文化語言消滅掉 這個非常要不得 那麼 台語 有他美的地方 好比說 像北京話 你說 香港的香很香 都是香香香 用台語說 香港的香很香 好 那就可以轉音轉得很漂亮 那麼如果 我去香港買香香 香香兩兩 那 北京話就 我去香港買香香涼涼 我 我在燙燙軟軟 好 好 所以台語有台語的漂亮 OK 好 我進入正題 先自我介紹 這個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些資料 通通是從 我們秘書長跟何瑞瑩 那個 他的座裡面 我把它 濃縮 把它整理出來的 所以這 有 美國軍事佔領下的台灣 台灣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還有台灣最終地位 第一冊跟第二冊 還有最新出版的 新台灣論 這個 OK 那麼我們這樣就我們台灣民政務官網 還有 海外網 自由時報 電子報 OK 那 就是上面去抓一些資料出來 參考 我今天要講的大概 資料的主要的從這邊來 那麼 我本身姓潘 就是 住在水邊的翻 這樣你就比較 比較好記 那麼 因為我前天喔 沒有熱水 洗 洗一半那個熱水才來 可能 有感冒 OK 那麼 我是 我是拼埔族啊 因為我們祖先他們喜歡 住在河邊 我們祖先愛乾淨嘛 洗澡啊 洗東西都方便 所以都住在河邊 那清朝的官員問 當地的本地的官員說 這些是什麼族人 是什麼姓氏 他們都有姓氏 就四姓 所以說 這個官也是有學問啊 所以我們是住在水邊的番 OK 那 姓潘這個潘的來源就是這樣 OK 好 那麼我 1986年民進黨成立 我就加入 那時候還沒有解研 所以那個氣氛很怪異 我的親戚朋友都 來給我警告說 欸 你 你是準備不怕要害人家 以前都是有這種白色恐怖的那個 小警種的心態 那我不管 我那種 因為我知道 國民黨的惡行惡狀 因為我從高中就 對國民黨有個大問號 所以民進黨一成立我就加入 那麼很可惜 施明德 跟許慶良 他背叛了 台灣的義士 背叛了民進黨 所以 我也就 意志消沈就沒有再繼續 參加這個黨的一些 示威活動 那個活動 那麼 欸 突然那個發現有一個建國黨 哇 哇 這個目標明確 只有兩個字 建國黨 這不然家裡就辛苦了 所以就 我 當機率段就 加入這個建國黨 可是沒兩年 這個黨非常優秀 都是一些教授 都是 那個 律師 醫師 建築師 什麼師的 可能也有法師啊 好 那 結果 取高和寡 他跟民眾有一點距離 可是 他們 的那個 目標 還有他們的理想 都非常棒 可是被民進黨一滲透 就被搞破壞 他 民進黨知道他是 草根性比較 大 就是那個 一般的水平 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 這兩個如果通通浮上檯面 民進黨很快就比下去 所以他事先就趕快 滲透把你處理掉 所以 我又被 被放棄了 一直到 有一天喔 我經常每天要開車經過 高雄市的五湖移路 一號 那時候有一個國企 有一個旗子是這樣子 我看不清楚 我每天從那邊經過 我就想說 這是一個美國總公司 來台灣開一個分公司 這個直銷公司 我把它看成是一個直銷公司 結果有一天聽 看報紙 說有一個廣告說 在哪裡要演講 又有一個調評的節目 我就打開來聽 我就聽到秘書長在演講 哇很多 我在民進黨或者建國黨 找不到的答案 在那邊找到了 我非常興奮 所以他 我記得一個7月底 2006年的7月底 他在高雄市的五廟 那邊辦一個演講會 我一去 就看到這個旗子 大家都拿小旗子在揮舞 我一聽很興奮 我也揮舞的 搖到手又要回去 我今天 驚一驚就說 很多外面的外面 很多外面的台灣人 看不懂這個旗子 美國旗子裡面有一個台灣 台灣上面還有一個 美國的武力的那個標誌 好 那 我們等一下就慢慢來講解 給大家說 今天我要講的目錄就是這些 我們台灣主權的地位的現況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跡象 還有它的法理依據 還有自治建國的模式探討 台灣獨立建國後 我們要負責任義務還有風險 台灣在美國軍事佔領下 自治有什麼優點 台灣入聯還有中華民國反聯來分析 還有 今年中華民國聯王政府在台灣選總統來檢討 還有理想建國台灣未來的模式 檢討本土台灣人對美國的期許 OK 大概是這些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好 台灣是因為 1945年的9月2號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第一號 命令蔣介石 注意他是用命令 他表示蔣介石他那時候的位階 是比麥克阿瑟比 命令蔣介石部隊代表盟軍 到台灣 來受想 叫日本的軍隊給他們 繳械 然後把他們的部隊 潛送回日本本土 來佔領台灣 這只是一個委託的行為 但是在1949年底 劉王中華民國政府他大敗退到台灣 那是一個武裝難民的入侵台灣 剛剛那個9月1號的麥克阿瑟第一號命 那是有合法性的 這一次這個就非法入侵 所有的戰爭一定會產生難民 那麼難民要逃到別人的領土 他應該要很謙卑 要求別的國家來保護他 可是這個武裝難民 千一名了給他 來 就把我們霸佔 把我們奧 把我們臺 把我們列案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麼 還好 就 從那時候一直到 2006年 我們都 生活在政治連理當中 我們都不知之 還好就是我們 2006年12月24號 我們林志生那個秘書長 他發動28 228人來告美國 那聯邦的地方委員 在2008年3月18日判定 本土台灣人 無國籍 還可以上訴 那麼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的 這個 本土台灣人的定義 是在1945年8月15日 那個時間點 原日本國籍之台灣人 還有其他的獲益 那麼 比較精確的說法是 9月2號 那個簽署投降書 那也是 那天也可以 OK 好 那麼 2009年的4月7日 美國的聯邦高等 反而又判定 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 政府 還有 台灣人民生活在政治連理當中 這個我們都耳熟能詳 OK 好 那麼 到2009年的7月8號 我們又上訴嘛 那個聯邦的最高法院 受理本案 這是 首次 在二戰後 台灣人向 美國太平洋戰爭的這個 征服者美國 的聯邦最高法院 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還有就軍戰合併 條約 還有美國憲法 來提出的一個告訴 對 破天荒 OK 好 結果在2009年的8月6日 這個案子 美國政府的代表 國務院 他宣布 放棄抗辯權 這個放棄抗辯權 就表示說 本土台灣人這些原告 對美國政府所 告訴的這個敘述 還有法理的見解 全署正確 國務院 完全確認 他不敢再繼續跟我們 辯下去 因為真理 越辯越明 他一些 那個 那個 歐錯的事情 都會在辯論中 被掀開來 所以他看情形不對 趕快媚火 所以他才開始 這個在10月5號 美國聯邦的最高法院 宣布 各自本案 代審 注意 我們是代審 就是等 美國的行政部門 他 一切準備妥當 好比說 在那之後 從南韓 美國就跟南韓 演習 跟日本演習 跟菲律賓演習 跟 南海周邊那些國家都在演 連菲律賓 不 連越南 以前美國 打越戰 死了那麼多美軍 他們現在變成好朋友 這為什麼 就是 聯合要來 抵制中共 那麼 這一些演習 這些軍事武裝 弄好了 還有行政部門一些 作業準備好了 應該就會提審 就不會一直代審 這個代審 總是有時間 OK 要讓美國有時間準備 你不可能 你都沒有準備 就翻牌 那一下就打起來 你沒有準備 可能自己也會受傷 好比說我們把 裝備都穿好了 你要打 對 因為 雖然美國是三權分裂 但是我認為 美國人他也是會 隔背往內彎 我先 不要馬上就宣判 或者是 提審 先讓行政部門 有時間 有空間來準備 好 到時候都準備好了 先排 美國就勝 就贏了 OK 還有 在這個控美案子中 被告的律師就是 國務院他們 他們派出來的這個 這個律師在聯邦法院有答辯 美國沒有台灣法理主權 法理主權 但是 他對台灣是有管轄治理權 這個大概要搞清楚 法理主權還是在大日本帝國天皇的手中 這一點我們要搞清楚 還有法理主權跟管理權是兩回事 就好像我們的土地 土地有所有權狀 那你如果在土地上再蓋一個房子 那個建物 那是地上物 那也等於說 一個籠地 你有所有權狀 然後你種的東西在上面管理 你要種芒果 你要種芭樂隨便你種 那是你要去管理嘛 就有分 所有權 還有管理權 管轄權 你知道嗎 OK 因為當初我們是認為 台灣的主權在美國所中 所以 這個在一直 因為很多事情是你要去衝撞 才會答案才會出來 那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下召 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於台灣 在更早 1937年起 日本就在台灣實施華民化 內地一統 就是說要把台灣人變成 跟日本的生活習慣 或者語言啊 穿著各種風俗都要一樣 好 那 1945年的4月1號起 日本可以在台灣證明 這是一個 對台灣有主權的象徵 好 那麼 那時候台灣人就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有參戰權就是有效忠的對象 效忠大日本帝國天皇 OK 好 依據 台灣就依據這個 這些手續 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這個神聖不可分割就有如同那個清朝 清帝國 對遼東半島也有這個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這個擁有權 當時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 天皇 結果 三國抗議嘛 所以又回割還給那個清帝國 可是要 你打敗仗不是割地就是賠償 好 你割地割不出來 那就再賠三千萬兩銀子 OK 好 那麼 蔣介石他只是代理美軍來佔領台灣 這是一個國際的委任關係而已 OK 好 那麼為什麼在日本的東京市的靖國神社內 還供奉有三萬九千一百個台灣的英靈 很奇怪齁 對 很多被日本洗腦的 被中國國民黨洗腦的人都會認為說 這是錯誤的 就像那個高金樹莓 他說要把他們那個原住民的英靈要請回來 好 那是錯誤的 那麼 日本 當時 那個也有那個韓國的英靈也公共在裡面 可是韓國在 獨立以後 他們就把他們的英靈就請回去了 OK 好 那我們為什麼還放在那裡呢 就表示我們還跟日本是母國是連結著 OK 我們還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我們還是屬於日本國 只是暫時管轄權被懸置 所以 台灣的英靈還可以放在那裡 接受我們日本母國的人民在祭拜 那也代表 台灣確實是還是日本國的 日本天皇的 OK 這就是我們去年12月21號 去日本 靖國神社所拍的紀念照 OK 好 那我們來看那個馬關條約 這個 以前我們都只有讀到馬關條約這四個字 現在我們要盡量講下關條約 因為我們是日本的後裔 後裔 OK 那麼 一般的人都沒有看內文 因為 中國國民黨也不讓我們知道 好 我就把它顯示在這裡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未定立合約 所以 逼兩國 及臣民從頭和平 這個 好 但是 總不能兩個 那個皇帝跟皇帝見面 一定有委託人 好 清帝國委託李鴻章 大日本帝國委託這個 伊藤博文 這是總理 他是總理大臣 好 還有那個外交部長陸奧中光 還有李鴻章的第二個兒子 李鴻章 彼此教約守奉禦子 就是 確實是皇帝委託出來的 都沒有錯誤 OK 好 那麼他的內文的第二款說什麼呢 大清帝國 將 管理下開地方之權 工廠和軍器 一切屬公務的永遠讓於日本 永遠 永遠就不會改變了嘛 好 好 那麼 第二項就包括台灣全島 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還有澎湖淚島 這個有一個經緯度 這個經緯度之間的諸島嶼 都 割讓給日本 永久割讓給日本 OK 而且 他們兩國各選派官員兩名以上 共同劃定江戒 就地他堪確定劃戒 有沒有 要現場去盯蓋 去盯那個戒子 有沒有 我們土地買賣一定要付帳 要來盯戒子 請那個地政事務所的人 派車輛人員來盯地址 OK 馬關條約第五款 本約付換限兩年之內 如果不喜歡當日本臣民的 可以退去界外 如果兩年滿了以後 還沒有遷徙出去的 作為視為日本臣民 OK 你看人家有讓他有選擇權 不像中國國民黨這些 這個爛國家 他一來 三個月 沒有大概三個月 10月份來 隔年的1月12號 他就用宣布的全體規劃 說我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是不合國際法的 好 那麼我們來比較 有關的台灣地位的這些 國際條約法律的宣言 他的位階比較 最高階的是這兩個 一個馬關條約 這是屬於國際條約 舊金山合約 再來這個台北合約 這個已經因為日本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在1972年就這個合約失效 而且他是 他的母約是舊金山合約 他本身只是舊金山合約的子約 子約不能超越母約 所以日本已經在舊金山合約 已經宣布放棄台灣跟澎湖 那時候既然已經放棄了 就不可能來到這邊 又再放棄一次了 已經沒有東西了 他已經丟出去了 然後我再來跟你簽的時候 我已經 口袋沒有台灣跟澎湖 所以他不可能交接給 那個中華民國 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他是美國的國內法 這位階就又更低了 那這個開樓新聞公報 那就更不用講了 而且開樓新聞公報 他沒有人簽字 然後在舊金山合約 最後面簽約的時候 已經把開樓這些新聞公報 有考慮過了 要不要採納 有採納就會寫在舊金山合約裡面 可是沒有寫 就表示已經放棄了 只要舊金山合約簽署生效 這個就沒有用了 ok 好 小姐 其實台灣的真實的國際地位就是 日本天皇首屬 美國軍事佔領 流亡中華民國 暫時在這邊帶領 在1979年以後 這個就成為台灣治理當局 ok 在美國那個 台灣關係法裡面就稱這個 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好 那我們來講 美國軍事佔領台灣 很多人都說 沒有看到美軍 美軍沒有佔領台灣 都是用這種心態 都一定要 眼見為政 為平這樣 ok 那我們來看他依據什麼法 好 剛剛講過的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 你看這是命令蔣介石代表盟軍 接受在台日軍投降 因為美國是日本台灣的征服者 只有征服者 他還有有權力來分配盟軍 你哪一個國家去佔領哪裡 好比蘇聯軍 他就去佔領東北還有北朝間 北尾38度以北 ok 那麼 南太平洋那些國家 就向澳國軍的總司令去投降 ok 那一些太平洋島國也 就向美國的太平洋總司令來投降 ok 好 那 究竟合約說 在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跟澎湖 在第二十三條 確認美國對日本是 一個主要佔領全國的身份 因為我們那時候台灣也是屬於日本嘛 所以 也包括我們台灣都是 就是 主要佔領全國就是美國 這是究竟那合約 經過 51個國家簽署 48個國家送回國會 通過的一個 國際合約 ok 好 那個台灣關係法 他是 在1979年的4月10號訂立 然後追溯到 1月1號他生效 因為 中國跟美國建交以後 那 當然是跟中華民國就斷交了 那斷交 有一些協用的關係就斷了鏈 所以他要定一個台灣關係法 把它接起來 那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他的位階等同憲法 他是因為依照舊金戰合約 他才有這個權利跟義務來定立 因為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英國台灣關係法 或者法國台灣關係法 對不對 好 那麼1996年 李登輝 跟彭敏敏在選 流亡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中共發射飛彈威脅台灣 你看 美國就派兩艘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來介護台灣 你認為他是來郊遊 還是吃飽太遠 這個花很多錢嘛 這是因為美國的柯林頓總統 他依照台灣關係法 給他的權利 他才有權派兵 OK 好 在1982年 817公報簽訂之前 那時候蔣經國他們很緊張 就一直跟美國在溝通 他說你如果跟中共發布 這個什麼公報的話 會影響台灣民心 台灣會亂 經濟會受到損傷 很多人會逃離台灣 什麼的 所以 在簽訂之前 美國就為了要安撫台灣這邊 的民心 所以就發布這個 對台的六項保證 好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 美國無意就台灣軍售 設下截止日程 因為那時候美國就一直說要 對台灣的銷售軍火要 限制值跟量 所以 蔣經國他很緊張 OK 美國不會對 台灣軍售的議題 事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諮商 美國不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壓力下 停止對台軍售 OK 美國不會修改台灣關係法 美國無意扮演台海兩岸的重結者 美國不能施壓迫使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展開談判 美國不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有主權的主張 因為中華民國很怕說台灣的主權會被中共拿去 其實根本都沒有主權 OK 所以有了這一些保證 那時候蔣經國心也安了 那公主義報紙的時候 台灣的民心也安下來了 OK 可是你想看看 從沒有聽說哪一個國家對台灣有任何保證跟承諾 為什麼美國要對我們有保證有承諾 就表示美國對台灣有義務有責任啊 因為他是佔領者 只有佔領者他才要保護台灣嘛 我好不容易犧牲那麼多美金 我佔領了台灣 我難道還會被人家隨便拿走嗎 OK 好 台灣不是國家 這是前美國國務卿這個鮑威爾將軍 他在 10月24日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記者問他台灣的地位到底怎麼樣 他就說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也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OK 因為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這個有點怪怪的 台灣關係法是國內法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現在在 是用台灣治理當局 在代理當中 好 好 美國他是一個常勁人 你看 台灣的台灣當局的總統 不管梁蔣啦 李登輝阿扁啦或者馬英九 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好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四 什麼都是美國說的才算數 你台灣的 所謂的台灣治理當局的這個總統 說的還不算數 要美國這邊算的才算 而且你看 2000年阿扁選上總統 台灣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在5月20號要就職一定要有一個文告 好 我們獨派的 台派的都很期待 結果 我聽到 事不宜沒有 我們都倒閃 非常失望 可是他也不敢說 美國操控 他不敢講啊 他怎麼敢 我好不然做一個台灣的老大哥 我怎麼好意思說 我後面還有一個比我更大的 可是他說是 是中央來up的嗎 錯 這就是推投支持 當然中共也有一點壓力沒錯 但是那不是主要的壓力 好 那麼 美國為什麼他有資格操控台灣的 政治 經濟 軍事 這個都是從 占領 戰略法那邊來的 那個我們的 字不易沒有 不宣布台灣獨立 這就違背我們獨派一直在講說 台灣要獨立啊 兩國論不入線 李登輝講 兩國論嘛 後來阿扁是 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個很大的錯誤 不舉行統獨公投 不變更國號 你看 不不不 都是不不不不 從來沒有聽說有哪一個國家的總統 就職上去 都說我不要做這個 我不要做那個 每一個上去都說 我要怎麼樣做 讓我們的百姓 生活好過 我有什麼理想要講出來 哪有一個講 都是講否定的 好 OK 台語說這個放肥總統 都不不不 OK 沒有會統一綱領 國統會的問題 那個這個 不會統一綱領 要是要統一喔 所以這個 其實美國也是在 故意弄一些 讓你們台灣人搞不清 他用模糊政策嘛 這是 所有美國的動作 你要想他說 他是美國人 他一定為他的國家 為他的人民好 為他的利益來著想 其實我們自己人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人 也是都是自私嘛 人這是本性 他會為自己的國 為自己的家園 為自己的親人 來做最大的利益考量 所以你不要太天真說 為什麼美國不對我們好一點 好 好 我們來看美國賀電志 當前流亡的 中華民國總統 都要接受 美國的賀電 這正如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一脈相承 2004年 阿扁又當選總統 藍寧霸占那個凱盜 有沒有 等待美方白宮的賀電那種心情 我們記憶憂 在那邊鬧了快一個禮拜 都沒有賀電來 台灣民心鼓噪 那麼 阿扁就 委託那個 那時候有一個 AIT 下星 沒錯 那個有一個瘦瘦的那個 瘦瘦的啦 他就去跟白宮要 結果真的有要到 他說白宮說 只要你中華民國的那個中央選舉委會 把那個當選證書貼上去 我半個小時 賀電就到 沒錯 他們在貼的時候就 藍跟綠的就在那邊拉拉扯著 還吃破 有沒有 但是貼上去 一拍 電船回美國 賀電半個小時就到了 為什麼 都不用等俄羅斯的賀電啊 也不用等法國或者英國 德國的賀電 獨不獨就要等白宮賀電 奇怪 從這些跡象你就可以想到 我們真的是被美國軍事佔領 我們來看AIT 新的AIT的那個行館 他佔地差不多兩萬坪 他說 台語說 花費一億五千萬這個比較舊的資料 聽說現在快花兩億美金了 快六十億台幣 還有說這個 地下的三樓的三層地下碉堡 可以防核彈攻擊 還有這個最奇怪 租期九十九年加九十九年 喔 要西瓜就是台語後的事情 那這等於是永久了啦 美國不會離開的 這誰租給他的 他是跟 那時候跟 那時候阿扁還在當台北市長 他還在當台北市長 就跟 陳水扁市長就簽約 是陳水扁下面有一個 福爾摩沙基金會 是跟他們租的 福爾摩沙基金會是先跟 台北市租 然後再轉租給美國 OK 那 準備進駐 八百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 還有這整個是一個 新的總督府的架勢 你看 日本來台灣以後 他就蓋了一個總督府 好 就是現在所謂的 那個 先生 先生府 馬英九先生 那個 陳運一來都說先生 區長府 區公首 這個新的 這個總督府 他是一個 東亞防衛通信電站的指揮中心 一個情報的收集中心 好 大家看 2004年的那個 防禦性公投 你看 他公投的內容 要事先經過美方看過 他才可以 美國做好 這樣可以 因為那時候他這個 防禦性公投 講得也很 美國也不好 反對 因為他是防禦嘛 不是攻擊性公投 那就是中國有飛彈對準台灣嘛 那我們也要買更多的飛彈 對著他 還有買更多的什麼愛國者三型的那個防禦 飛彈來 OK 那為什麼 有給美國看 不給英國法國 他們看 那你看蔣介石穿軍裝 在台灣沒看過他穿西裝過 你有沒有印象 他所有的慶典 重要的慶典 會議 就職他都穿軍裝 他自知他是代理美國軍事政府來佔領台灣 有沒有 有看他穿西裝是報章雜誌 是他去訪問韓國 還有去訪問菲律賓的時候 有穿西裝 因為他離開台灣就不是了 就不可以再穿軍裝 這樣你也可以 看這個跡象也應該知道 好 我們來看這個軍事基地的對比 菲律賓有美國克拉克空軍基地 還有一個蘇比克灣海軍基地 琉球有加佐納空軍基地 有普天堅基地 古巴有寬塔納摩灣基地 台灣有清泉岡空軍基地 以上都是美國軍事佔領地 有設的軍事設施 這是你看這些國家都是被美國佔領的 菲律賓跟古巴 是因為跟西班牙戰爭 他所割讓放棄出來的 那琉球跟台灣是因為 二字日之際大戰 太平洋戰爭的 美軍佔領的地方 OK 為什麼蘇聯沒有來台灣設計地啊 對不對 因為太平洋戰爭是美國跟日本打的 蘇聯沒有打到 好 委任占領授權書來看一下 在1979年之前 還沒有跟 美國沒有跟中華民國斷交之前 他是常任中華民國 但是1979年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哇 那個連接信就斷掉了 所以美國就趕 國會趕快制定台灣關係法 來替代麥克阿瑟的一般民靈 第一號 其本質為 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台灣的授權書 這是台灣關係法制定的原因 OK 那改稱台灣為台灣自旅當局 不再稱中華民國 對 台灣關係法裡面稱台灣自旅當局 而且美國也通電所有的外觀 不可以再稱台灣為中華民國 也不可以跟中華民國的關聯一起吃飯 在公共場合出現 好 這個流行政府其實還是 雖然是改一個這個自旅當局 他還是繼續在統治台灣 李登輝陳水承 他當的是中華民國流行政府的總統 不是我們的台灣總統 台灣到現在還沒有選過台灣總統 這個要大家要認清楚 好 那我們林秘書長林志生 控美案的意涵是什麼意思 大家想看看 這個我們跟美國提告 他收建的標題是台灣國際地位 與台灣人權保護的訴求 好 他一收建 我們就對了 我們就贏了一半 為什麼 我們目標沒有錯 就是美國 我們台灣所有的問題就是美國 你如果拿去英國看英國要不要給你收建 他的法院 這代表 他收建就代表 他收建就代表 美國 的 那個 司法部門 對台灣有 管轄 的這個 權利 要不然你其他的人 不服氣 你送到法國 看他要不要收建 這 很 這個意涵就是說 代表美國對台灣有司法管轄權 很明確 很明確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 為什麼只有向美國提高 因為我們目標是對的 我們要去一個地方 你方向一定要對 要不然你永遠到不了 你如果說 你要去台北 你要往北走嗎 你往東走 永遠到不了台北 找一個人也是回到這裡 你如果說 向北走一個 往南 往南下去再回來 回到台北 你看台灣有難 美軍就來持援 莫拉克風災 馬英九通令 各自外使館 不接受外國救援 說錢來的人不用來 你看夭壽這個人不愛錢 有意讓 中國解放軍 借這個機會 到台灣來 這個一讓他來 他走就困難 請神容易 送神來 好 美國得知 美國有兩千多個工作人員 在台灣 馬上叫國防部要派 那個軍機 軍艦運送救援物資 來台灣救台 那印證美國乃是 舊軍艦運送 第三第三條 台灣主要軍事佔領全國 很奇怪喔 你看他是國防部 一般美國對 國外救助 都是透過美國一個救難總署 來處理這些救災的統籌事宜 獨獨這一次 他是國防部 國防部代表軍方 就代表台灣是因為被美國軍方 那個占領 所以他才有權 他直接跟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的外交部說 你跟我的對口單位是國防部 有什麼要協調了 你是跟我國防部協調 不是跟救難總組協調 好 你看 這個 他派的是軍機 軍艦 軍機 軍艦可以隨便 進入到人家的領土嗎 或者是領海嗎 OK 而且你看 2000 喔 今年啦 5月20號下午 美國軍機再次降落台灣 這是一個行政專機 那個軍用的 這是在那個 美國派 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斯雷霆娜 他是共和黨籍的 率領國會議員來台灣 祝賀馬英九連任 台灣自旅當局的局長的 登機典禮 他是台灣自旅當局的局長 而且很奇怪喔 那個 就職典禮是早上喔 飛機是下午才到 什麼意思 不承認他是一個總統嗎 你台灣是我的管家地 最多只是總督而已啊 或者是局長而已嘛 啊 他 比局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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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撤僑的是中國 最怕死的都先走 啊 那個法國他是 撤僱他們歐洲本土 還有有一部分是撤到韓國去 OK 你看 AIT 前一天就宣布 停止所有 美簽的 那個事物 派 AIT的人員到桃園機場 他們自射海關 來檢驗他們的 僑民 然後就到台灣來 來避難 那麼 中華民國的海關是靠邊站 OK 老大哥要回來啊 對不對 你看 美國為什麼不就近撤僑到美署的關島 或者他們自己的夏威夷州 好 而AIT 禁止到 台灣機場自射海關 夏威夷 其實是台灣是最近 而且物資最豐富嘛 你一下子來齁 像關島他 很小嘛 沒地方住 OK 好 其實美國是依照舊軍的合約 就是 主要占領全國 他來 來台灣的 我剛剛講過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這樣講的可能比較好 好清楚 比較好 好懂 美國有 50州 就好像他有50個家 這個是新買的 台灣 還沒有過戶完成 但是 就是已經抵押在我們這裡了 在美國手上 所以他要回 第51個家 也合情合理 OK 而且你看台灣官計劃是美國國內 他進行定力 並且實施 都沒有跟我們台灣人協商 都沒有跟我們參選 他講的 他在參眾議院 通過 就實施了 也不用跟我們說 要怎麼協調 這一條條文要怎麼協 都不用 這是 佔領的高權 他什麼都是他說了算 OK 因為 美國是佔領方 我們是被佔領方 上下位階 那麼為什麼 美國可以支持海關 因為海關是一個 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好 流氓政府的海關 欲握有 握有 非擁有 美國只握有台灣 主權之美國 無權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所以 流氓政府的海關要 自動要 退避三色 OK 那麼 美國握有台灣的主權 因為 大日本帝國 投降以後 放棄台灣 那因為 主要的對價關係是美國 等於是把台灣的所有權狀 交在美國的手上 所以美國是握有所有權狀 但是所有權狀上面所寫的是 大日本天皇 所以並沒有過戶嘛 所以美國握有台灣的主權是沒有錯 握有歸擁有 就好比說 你看那個 這個 街上的男女朋友他們握手 握有 不一定擁有 他不一定要嫁你 他不一定要娶你 搞不好這個女孩子他交了三個男朋友 一個美國籍的 一個日本籍的 還有一個我希望是法國籍的 不是中國籍的 所以 握有 不代表擁有 那麼 美國這個主人隨時要回來 看門口 無權審查主人嘛 好 好比說我們自己有房子 我們回到家門口 我們鑰匙拿出來就開門就要進去 我們不會問說 狗狗你要不要讓我進去 不用問嘛 好 2008年初 玉山4號的政經兵推 阿扁總統邀請馬英九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選上 但是馬英九拒絕 但是AIT的處長楊舒律 會與美軍的關聯 坐雲爆甲車 進入恆山指揮所觀察 恆山指揮所是 等於說台灣最高的一個 房屋的中心 可以隨便別的國家進來參觀 如果不是 美軍如果不是我們的老闆 美國如果不是我們老闆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樣大家都應該要清楚 我這個 大概列了26項 我希望各位 至少把六項 都可以記起來 可以很順利的跟人家講 他如果再回 我沒有看到美軍戰典 你就把這六項講出來 其他十項 你至少也要熟 偶爾會想到就可以講出來 剩下十個 你們把它背起來就好了 OK 都很重要 好 太平島 太平島 那個南海那個現在鬧得 飛飛揚揚揚 太平島 中華民國的流行的立委 超低調富南海太平島 富豪 這個電腦又多餘下 我讀這幾個怪怪 水平島 宣示主權 沒有邀請記者水警 你真正說 對那個地方有主權的話 你應該高調來 巡視來宣揚 都沒有記者遂行 而且提議要求海軍陸戰隊重返 還有要裝置海蟲術飛彈 但是被AIT反對而作罷 AIT名義上是民間單位 它可以管到中華民國的軍方 這幾乎奇怪 新聞有報啊 因為越南對我們挑釁嘛 對我們開砲嘛 報紙說我們的兵 閃閃閃藥 報紙很難聽啊 旅外援部去南軍的立委 說那我們把海軍陸戰隊重新佈置回去 剛剛那個同域在一起為什麼會進去 有啊有啊 因為台灣人都看得懂就過了 我沒有拼了 沒有做工具 沒有人吃這樣 都只想這樣 都在拼了經濟 他都沒想說 他都沒有想說我拚經濟 拚了賺了錢 我要記在哪一個戶頭裡面 結果都記在中華民國戶頭裡面 不是記在那個台灣這個戶頭裡面 所以說做白宮 OK 好我們來看 被美國下令突銷 中華民國國會的各自軍事武器 你看 這本來都有一個車輪 這個車輪都不見了 你看這個車輪 還有塗抹痕跡啦 那個痕跡還在 依稀有 好 這個 國會都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國務院 他有說 恐怖組織的三要件 三要件 第一個 他說不是國家 你看 兵拉登他不是國家嘛 好 兵拉登擁有武器啊 兵拉登用那個伊斯蘭教的那個教育 在那邊 蛊惑當地人民來替他當兵 當恐怖分子 有沒有 好 你看 中華民國 包圍有說的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擁有武器啊 這些武器還是你美國賣給他的 結果台灣人付的錢 哇很荒唐 我們台灣人啊 台灣是美國的第一島鏈 是美國的前線啊 等於說 美國的大門口啊 圍牆啊 那我們台灣人 我們 花錢買美國武器來 看守美國的大門 而且還要自己帶便當 你看多 台灣多可憐 而且你看他還在當地爭兵 你看 我們 年滿20歲 身體健壯都要被爭兵 你看 所以他是恐怖子 所以我們秘書長去告美國 美國發現 哇 這是世界最大的醜聞啊 好好好 叫他們趕快把那個國位都塗掉 就是這樣 好 台澎基馬加入WTO 是美國協助 以獨立分離關稅領域這個名義加入 那獨立關稅領域是什麼意思 就是佔領區的意思 因為你是被佔領 還身分為民 到底要 讓你們獨立建國呢 還是要回歸母國 還沒有確定 所以他就用一個獨立關稅領域來處理 獨立跟分離 差不多差不多 你一切開就獨立了 就分開了 OK 那阿扁 在卸任之前 他發射這個飛彈 引起美國的關切 你看 這個 國防新聞週刊報導 阿扁在卸任前一兩個月 下令 試射一門中程飛彈 立即引起美方關切 而且 美國派一個國務院的關聯 特別到台灣的國防部來查證 我們稍微做點什麼動作 美國也都會要來查證 來了解一下 好 你看 那記者去問那個全國防部長蔡明憲 說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 感到關切 那麼 這個蔡明憲回答說 像這個美國官員說 保證 台灣的飛彈 只是用來防衛 而不是攻擊 奇怪 我們做飛彈 不就是要來打人家的嗎 還說 我不攻擊 那做飛彈幹嘛 還要向人家保證 我倒沒來 他說我沒來 不是要打人 這樣嗎 OK 這就 表示美國什麼都管 好 那你看 我們 我先 我先 受美國管制 軍事武器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 日本 台灣 管制的有 飛彈的射程 好比說像 韓國 它現在的飛彈大概都是300公里的 那它想 製造500公里的 結果 如果沒有美軍答應 即使你有那個技術 也不能製造出來 OK 還有核武武器製造 這個當然 之前 蔣經國一直說 我們不發展核武 實際上還是在研究 結果被美 快要成功的時候 那個張毅縣事件有沒有 他是美國安排在核子武器研究所裡面的一個 中校 他是CIA的人 在快成功的時候 他就通報美國 美國就派人來把那些 核武的研發的那些 儀器設備 通通拆走 他有這個權利 中華民國 我 好像用鞋子夾到 對 台語的好嗎 說這樣就聽了 韓國也不是100%獨立的國家 你看 韓國的那個 暫時軍事指揮權 還在美軍手上 韓國的指揮官 是韓國籍 軍事指揮官是韓國籍 副指揮官是 美國籍 平常都聽指揮官韓國人的講話 等戰爭的時候是副指揮官領導 你看 一個國家的軍隊被的國家領導 你說他是主權獨立國家嗎 美國在保護韓國 那韓國也是 韓國也是被 用 共匪的講法是解放 韓國本來是日本的殖民地嘛 並和 美國丟兩顆原子彈 把日本打敗 韓國就被解放 所以 你等於說還欠我嗎 那 你看日本也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他不能有軍隊 他只能有自衛隊 OK 而且這個 軍事指揮前 本來 美國預計 好像 2013年 要還給韓國 結果發生那個天安艦 有沒有 一個 船被 擊沈 韓國就不答應 就不敢接 不敢接過來 這個 以一個國家的尊嚴來講 這個算漏氣 漏氣 美國要行李 你不敢接 好 你看 美國是法治的國家 一切都依法行事 他依台灣關係法 依舊金山合約 美國總統他是受國會 還有法院監督 他不敢違法 國際社會都了解 台灣的真實地位 從外面看台灣都很清楚 從外面看台灣都很清楚 我們自己當局者迷 當旁觀者清 只有台灣人被蒙在鼓裡 真的咧 你看我們看人家在下局 我們在旁 旁觀 不好意思 你如果上官厕所 膀胱就清了啦 膀胱就清了 所以 国外的人士都看台湾蛮清楚 都觉得你们台湾的座围都很奇怪 明明澳会在伦敦澳会 人家把国旗给你拿下来了 我们也要帮忙去拿下来啊 为什么我们还自己批中华民工 那不是我们台湾人的国旗啊 陈云英来 那个流氓政府的警察不是在没收国旗吗 还有把国旗折断丢在垃圾桶 我们也要跟着去折丢垃圾桶啊 为什么我们还特地去拿出来 说要捍卫中华民国 咦 要讨个派人 我们台湾人咧 对啊 知道啊 知道因为是骗人喔 他也是有头脑吧 不然里面是装豆腐啊 所以从刚刚我讲的这26项 这些迹象还有法理依据 证明美国一直在军事管辖台湾当中 ok 美军从未离开台湾一直在占领当中 因为美军他是用舰队在太平洋 世界在巡异 哪个地方随时有事 他马上就可以投入军力嘛 但是他平常安排一些穿便服的 在管控我们的雷达 这些高敏度的监控战 还有这些高敏度的雷达 这些都是美军 只是他们都穿便服 好 那我们来谈这个台湾建国模式的探讨 好 我们来参考古巴的建国模式 美国跟西班牙在1998年宣战 那么打了大概四个月 那个西班牙就投降 所以他们在1998年的10月12号 签了巴黎合约 那西班牙放弃古巴 这个就跟台湾很类似 哥让菲律宾波多利克关岛 美国协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日独立 为什么 因为当初美国要发动这个战争的时候 是要让古巴独立 所以他不到三年就让古巴独立 在美国的协助下让他独立 好 那么古巴跟台湾的境遇的比较 都是因为合约被放弃 古巴独立成功 台湾地位到现在未定 原因就是因为古巴 它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殖民地可以独立 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多的国家 就是 大部分的殖民地都独立 ok 因为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没有办法独立 就问题插在这里 我们还是日本国 我们有国家 我们不是没有国家 只是管辖前被悬置 ok 好 菲律宾的建国模式 也是巴黎合约 从西班牙 美国取得菲律宾 好 菲律宾它也有非独 就像我们台湾也有台独 一样啊 他也是跟美军对抗 美国被他打的 他都用游击战嘛 那菲律宾 主要的比较大的岛有两千多个 如果连小岛算多 六七千个岛 美军去追角 他就从这个岛 跑那个岛 追过来追过去 美军头痛了要命 所以就跟菲律宾那些 反抗军的领袖协商 好 你再让我再 那个治理十年 好 那我就把菲律宾交还给你们 所以 让菲律宾有十年的自治期嘛 但是1941年日军攻陷马尼 麦克阿瑟 跟那个菲律宾的总统 一同撤退 好 到那个澳洲去 ok 那日本投降以后 你看1947年的7月4号 在美国协助下独立建国成功 你看喔 这个7月4号 也是美国的国庆日 好 那你想看看 我们台湾民政府 美国 替我们在 美国的华盛顿特区 设办事室也是7月4号 好 这个7月4号很有 意涵 ok ok 好 我们来看立陶宛的建国的模式 因为立陶宛他正好在苏联的边界 所以 二战一结束他就被病囤了 然后1990年3月11号 他们的民间议会自己宣布独立 可是 没有几个国家 承认 因为很多人还在观望说你是真的还假的 好 但是 在苏联军的统治下 他们也有办选举 就像台湾一样 我在那个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军制统治下 我们台湾也有在办选举 可是 他们抵制军政府办的选举 投票率低于50% 所以国际上就不承认 苏联的合法统治性 你看 人家都不投票了 表示你没有信任了 所以 结果在1991年9月6号 他们 自己办的选举 独立成功 结果苏联看起来是不行 就率先承认 立陶宛 我们用抵制选举的意义就是来 比照我们参与流亡政权 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选举的后果 那个中华民国 国民党 联合民进党 我就讲说 我们只差3% 来回1.5% 我们再拼一下 我们就赢了 两边都 大力的鼓动来参与选举 所以我们投票率都很高 都75% 75%到80% 你看 在国外来讲 这很高的投票率 这是你们 台湾人热烈参与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选举 然后 你们自己在 自由意志下 你们投给统派的马英九 是你们自己选的 因为要尊重民主嘛 是你们自己选的 所以他只好 祝福你们 结果 我们很辛苦 油店庄长 好 你看 他们最怕什么 就是流亡政府的投票 如果第一版是50 我们就可以要求他们离开 叫他们到金门马祖去 OK 我们 怎样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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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台湾人 也等于都清醒了嘛 你投票率低 就没有合法性啊 不能 就不能继续统治啊 不能正当 对啊 对啊 好 所以我们应该要抵制任何 各级选举 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都不要去参加 OK 好 他有一个琉球的返环模式 OK 你看 琉球被美国军政府 那个 他 1945年的4月1号 他就攻打琉球 然后把琉球占领 然后在1952年 他成立琉球的民政府 他们 琉球的民政府也有行政立法司法 因为一个占领军 美军 他是讲英文 日军 日本的民众讲日文 沟通不良 会产生很多管理上的问题 所以 美国军政府要求琉球 他们自己 成立一个民政府 由琉球的人民组成的一个管制 政府系统 来管自己的琉球的百姓 一样都讲日语 很好沟通 很好管理 他们有自己的立法单位 但是他们所利益的法 要经过美国军事政府看过 认为OK 没有违反美国的利益 可以实施 那如果实施一段时间 发现不对 他可以把你这一条 判掉 判掉 他有这个高权 那时候 在1948到58那时候 他们是用美军印的钞票 叫军票 但是在1958年以后才开始用美金 还有在1972年还没有返还之前 琉球人去日本本土要用美国琉球民政府 发的旅行证件 就是这一份 好 这是我们 極力争取美国发给我们本土台湾人的旅行证件 OK 这只是 类似的东西 不一定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美国已经有拍人拿这个东西给我们看 这个TRABLE document 这是美国 也是 我一下跳那么远 OK 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发的 这个 这个美国 国土安全部 的logo 就是这样子 好 那你看 美国跟日本 在1971年6月17日 签订琉球返还协定 1972年的5月15号 林克森总统就把琉球还给日本 属南洋道 北方有一个北海道 我们要注意 他都没有经过公投 很多错误的资料说有公投 是没有 在军事政府统治下没有公投 这都是错误的 这是有可能是 独裁人士故意发的 发的信息 那我们错误 所以我们都一直走错方向 一直要搞公投 美国一直说不可以公投 原因在这里 他签了什么东东 为什么美国会还给他 就是 因为美国 他来打琉球死伤惨重 这是 等于说日本的本土 第一次受到美国的政治的攻击 登陆战 以前在菲律宾打 那是国外嘛 ok 所以 那个琉球人大概死了三分之以上 非常惨的 因为日本他是有日本精神 他说 他们不知道投降是什么 他们就是要 为日本天皇牺牲 战到死为止 这也是武之道的精神之一 所以 美军也死三惨重 但是这个战争在 你还是要还 所以说那时候1970年代 在日本已经比较经济好一点 有钱了 他跟日本 美国政府协商说 那我要付多少代价 你才肯把琉球还给我 结果就花了 条件是3亿2千万美金 日本把这条比钱交给美国 所以就 还还 是这样子 那么一样 我们台湾也是要付这个债 好 我们来看 我们这67年来 在中国党的教育下 许多台湾人都被人说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去认同了中国 所以为什么我们 本土台湾人 占85%的人数 为什么会选出 15%的中国人 问题出在这里 因为我们被错误了教育 而去认同了中国 好 如果我们把2008年 还有2012年的 中华民国流行总统 选举当作统独公投 我们会变成统败的台湾 再被中国合法病毒 被阿共合法病毒 你说 那个蔡英文说 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那你如果用继承论 而且你这个统独公投 如果把这两个选举大选 当作统独公投 这是等于说 你们在自由意志下所决定的结果啊 你看我们输的多惨 2008年是输200万票耶 今年输80万票 你看 这个在国际法上来讲是合法的 可能的 到时候每日想要插手 那是台湾人民主的决定 国际社会会干涉 你凭什么去阻止人家的民主决定呢 那如果被中共管 那我们就轮入勇士的浩劫 好 好 那么台湾独立建构后 我们要负什么责任的义务 我现在是在讲比如 如果啦 如果我们独立了 要做要做什么 那个民进党不是图拜一直叫我们嘛 好 我们来看嘛 如果独立了我们要纳税嘛 我们要去当兵嘛 来保卫自己嘛 我们要自己购买好的武器嘛 ok 这些就是我们要负责任嘛 你要致富啊 我照他们做的 对啊 你照他们 照民进党或者照独派 他们讲的我们就要做这些动作嘛 独立成功了就要这样 你所有的税收要收来买 买武器啊 给军人薪水啊 ok 而且在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之前 我们要自立防止中国武力併吞 其他国家没有法理 没有义务来出兵干涉 这是你自己的国家 你要你还没有跟人家签 共同防疫协定之前嘛 你一定要自己来啊 好 那我们来看 以东地文独立建国为例来探讨看看 这是东地文 这是印尼 东地文跟台湾很类似 旁边就有一个流氓的国家 那以色列旁边也有一样 很多那个流氓国家在以色列旁边 那你看 东地文在1975年11月28号 从葡萄牙独立 成为东地文民主共和国 但是在尚未来得及加入联合国 在九天之后 马上就被印尼入侵并占领 1976年7月 成为印尼的一个省 叫做东地文省 在这20年之间的统独抗争 造成10到20万人的死亡 ok 但是在1999年的80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 他举行的全民公投 绝大多数的东地文人投票 同意从印尼独立建国 建国成功 但是在公投到隔统年 下个月的下旬 不到一个月 印尼的军就杀了1400人的东地文 并摧毁东地文大部分的国家 造成东地文到现在还是 极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大部分的物资都要靠外国援助 这个是我们要的吗 因为你独立还来不及跟别的国家 签那个共同协防条约 也来不及加入联合国 好联合国 他你如果加入联合国 他是可以依照联合国的宪章来保护 可是在没有加入没有这个权利 好那我们来看一线之隔 墨西哥州跟墨西哥国来比较 这个是墨西哥州 这个是墨西哥国 这大部分以前都是 那个墨西哥的领土 那么墨西哥州 被美国军事占领以后 变成美国的一州 可是你知道吗 这条边界线 很多人想办法要 要进入美国 要偷渡进去 为什么 表示这边 比较好 加拍过去 所以被美国军事占领也有好处了 OK 好 我们美国跟加拿大来做比较 加拿大也 就很少人 听说要偷渡到美国 就表示这两个国家的水平差不多 生活水准都很高 好 那这边红色中国 这是被 所以 共军占领的中国 这边绿色是美军占领台湾 那你现在 基本的比较 我们当然比这边好过了 这边号称 这个叫 以前蒋介石说 这是共产中国 这边叫做自由中国 我觉得也是 为什么 因为油家随便他自由涨 油电双展 他要涨多少涨多少 他连续降价九次 没办法去一次 所以 这是自由台湾 是 中华民国国民党他们很自由 我们是没有自由 因为他很自由帮我们调涨 我们很不自由很不 无奈还是要 掏 掏腰要去加油 不然那台车也不可以 所以 如果我们在美国 軍事管辖下 来自治 有哪些优点 第一个 免税嘛 免当兵嘛 免税 对啊 那个波多利哥是这样子 免当兵啊 波多利哥有去当美军吗 除非是木兵 他只是木兵嘛 他不是用征兵 叫你一定要去当兵 官岛的人也不用当兵 ok 而且国防军会 国防安全是美国在负责 我们省下的军会来建设台湾 成为东方瑞士理想的家园 对不对 好 ok 这样不是说要去独立 没有啊 认知错误啊 认知错误啊 认知错误 这个国民党也可以说他教育成功 他已经也是既得利益嘛 他已经也是既得利益嘛 我就讲说 现在国民党他是共产党化 空下来位置已经民进党来接替了 来战略 然后民进党位置是台联来地埔 以前民进党的理想 现在是台联在 他们只有三个立委 可是表现很好 对不对 我们要用选票 不是啊 我们要抵制选举 不要再用选票当武器 那个武器无效 再怎么选中华民国总统 不是我们的台湾总统 好 好 好我们来检讨 台湾入联跟中华民国反联 这个来分析 我们先用台湾知名 申请加入联合国 的 来分析看看 我们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 是以国家为一个基本单位 你要先成为一个国家 才有资格加入联合国 就好像 台湾现在就好像怎么样 一只猴子 我们想办法要给他穿西装 打领带 然后亲着手 要去附政事务所 要申请身份证 那附政事务所就是联合国 看开无声人 可是你还是猴子 你还没有进化到一个人的单位 对啊 那我们还没有进化到国家嘛 对不对 所以 台湾都是 一直在错误的地方 赚赚赚赚不出来 那么台湾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刚刚分析过了还不是嘛 那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 我这个讲起来 台湾都很符合 你听看看 有永久的人口 哇 我们这些人口是生生不息 从日治时代 六百多万 现在已经两千万了 你会说奇怪 三百万跑到哪里去了 那个不是本土台湾人 有固定的领土 我们台澎 这是固定的领土 有耶 也有政府耶 好 那我们来好好分析 永久的人口 现在中华民国说 我们有两千三百万人 可是 这些人口 现在我们 我们是在讲台湾嘛 可是这些人口都被 称为 暂时称为 视为中华民国国民嘛 所以 也不是我的 好 这个固定的领土 领土所有的权状 你 你有吗 在日本天王手上 有政府吗 这是中华民国政府 不是台湾政府啊 你 既然是国家 台湾国 如果是台湾国 那你是要台湾政府啊 可是不是啊 所以 再来认定 台湾不够格加入 聯合国 还有一个是外交权 还有一个是外交权 我们有23个国家 跟我们有邦交 现在剩下20个啦 那是中华民国 跟人家建交 你 台湾有跟人家签 建交公报吗 拿出来看看 上面是不是写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欸 所以这是个标准 台湾没有一向符合 好 我们台湾目前的地位 只是日暑美战嘛 台湾目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 还不是国家嘛 好 好 那么台湾要怎么建国呢 好 如果你说真的要独立建国 好 那我们来好好研究 按照步骤 我们不要 我想说 如果 有要上洗手间的 自由 抑制的去 没有限制 好 ok 你既然 台湾的独派 口口声声 说要独立建国 那我们要依照国际的法理 的次序 来做嘛 就像 我们的交通规则 全世界大概都一样 红灯就是停 绿灯就是 可以行驶 那么 当然除了有分走制跟右制这个除外 其他都一样嘛 那我们要遵照国际的这个华理 的次序来做 第一个 要先让美国军政府 进来台湾 终结 国民党这个政权 好 让台湾民政府来自治 然后 自治一段时间 我们要求要返还日本 好 归日籍 然后 然后 来要求日本的母国要制定 分离条款 要邀请他们的参众议院制定一个 国家领土的分离条款 来作为法源 对不起 这个因为系统的关系 这个箭头有点乱跑 然后有这个法源 我们才可以公投决定未来 好 要这些都具备 那么公投决定未来就是说 你要决定 还是继续留在日本母国 还是你要自己 独立成为台湾共和国 那是看以后 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个一定要 照这五个步骤 完成 你不可以一下子 就从现在就挑到来公投 中间都不管人家 不管 美国为了 打败日本 牺牲多少美军 耗费多少物资 这些战争在 我们都不管了吗 ok 好 那么 我们来看中华民国 用中华民国的名字 来重返联合国 这个 联合国的2758号的捷语文 他说什么 他只是说把 蒋介石的代表 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但是他 注意看 那个 在联合国里面那个桌子 那上面的名牌 那椅子都还在 只是换了人来坐而已 他换节奏 就是换毛泽东的代表来坐 所以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 只是蒋介石的代表被踢出去而已 好 在国际法的规范的定义里面 中华民国已经在1949年就已经亡国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代表中国 后来一直到1971年这段时间 是因过美国硬撑 替中华民国把 保护 把关 才留在联合国里面 那他是 但是 实际上是他谨慎金门跟马祖的残余国家 那这就好像 幾个人暖了 了 村两屁出村 在那 一个上面这个金门 麻祖的地方 金门 我中华民国又在这 全身去死了 那刚才村去嘴 就是金门麻祖 你看 这个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 要怎么返联 啊台湾国还没有出生啊 要怎么入联 好 这个 三个这个 精神病患 没有啦 我是要告诉你们 我还没说你们就笑 哦 有这么厉害 还没说你们就在笑 有三个精神病 他住院嘛 那 那个医生每三个月要叫来 再诊疗看看 有没有正常 我就想到正常 我以前帮我妈妈 量血压 她都问我 有症状吗 我说没有耶 破他了 嘿 不是啊就是 不正常的意思 一般我们台湾说不正常 就是神经病的意思 好 那 这三个病患到医生叫到他的 那个房间就 医生就在那个白色墙壁画了一道门 然后再画一个门把 喇叭锁那个门把 他就跟那三位说好 你们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好了 你就可以从这个门出去 就有两个就 马上爬起来 就去抢那个门把 两个在那边抢好久 抢的要打开打不开 那医生的评论 就这两个一定不能再 不能出去嘛 这孩子神经病嘛 他就想说另外那个应该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不会去抢那个门把 他说欸 那你为什么不出去啊 他说啊 他们两个神经病啊 钥匙在我这里 没有跟我拿钥匙怎么出去啊 哇 哇 这一个更严重 所以 来我们来检讨这三个 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有病 对不对 前两位去冲去开门的是没有台湾医师 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无党无派的 这台湾人 我是用这样子的来 来对比他们 好 第三位 是民进党人士 制认为握有台湾独立建国的钥匙 对不对 像不像 我本身也是民进党自身党员 我很惭愧 我这边向大家对不起 可是那是以前啊 我加入建国党就等于离开了 可是我 为我以前曾经 热情 那个支持这个党 向各位道歉 第四个 医生他是我们TCC成员 他以拥有正确的国际法理来能源观察 要来医治生病的台湾人 我们是用这个法理 我们是依照国际法 国际战争法 我们是有法源依据 不是乱搞 不是用感情自日以为是 OK 这个 这个联合国的大门他是用电子密码手 传统的钥匙要怎么开呢 只有熟悉密码的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团队 才有机会用国际法理 让台湾入联 要怎么入联 蛮简单的 只要美军 军事政府正式来台湾 我们自治 那我们就可以用 联合国副会员的身份 来加入联合国 非常简单 好 那这个 应该知道了 大概刚刚也 好 主要是 蔡英文到底是踩到哪一条红线 为什么美国不支持她 美国 蔡英文她是踩到美国的红线 蔡英文她 本来是去年的9月份她去美国法论 跟美国说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美国蛮高兴的 结果她隔个月回到台湾 她在10月11号去年 在高雄市的劳工公园 她讲说 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 是台湾政府 就是踩了这一条红线 让美国非常生气 因为 台湾是我美国 掌管下的日本天华的领土 你要给我拿去哪里啊 你给它 就地合法给中华民国 你凭什么 你这个战争载都还没还 对不对 好 因为国际的战争法的写着 占领不得已转主权 连美国他是 使得那么多兵占领了台湾 他都没有 他都不得已转主权 你凭什么 现在可以转给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也不得就地合法 你这个动作都是 就是违反国际法 好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 选前美国要帮助马英九 那个实际点 正好就是那个 伊朗在发展核武 还有洋言要封走 和母猪海峡 这个事件 正好北韩的领导人 金正日过世 美国怕 东北亚会 产生动乱 如果说北韩内部不稳 他可能会对外 来宣布战争 OK 发起战争 所以美国需要 台湾海峡两岸稳定 而马英九是美国 还有中共 共同 可以接受的人选 美国比较好操控马英九 那 台派的人物如何当中 美国头很痛 因为你看阿伯 刚开始 911事件的时候 他跟小布希配合得很好 所以 他要去中南美访问 美国小布希的 就特别让他 到纽约 过境 对不对 还可以跟台桥握手 OK 然后 后来 他开始第二任的时候 就说要 走自己的路 要搞什么 什么公投 一大堆的 美国就很反感 所以 之后 他要去 中南美洲 过境 就给他弄到 阿拉斯加那边 好 好 好 我们理想的建构台湾的这个 未来的模式 我是希望 我是希望在 美国军政府下 我们台湾 民政府 台湾自治 或者 用立陶宛的模式 拒 拒绝在军事体制下 的选举 让投票率低于50% 或者 或者 我们依据琉球的返环模式 返环模式 回归日本 或者 跟日本 结盟为 邦联 好 就像大英国协这样子 有一个虚伪的 效忠的 天王 OK 那很多事情 都是我们自己 可以处理 好 那么我们来检讨 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 很多人都 为什么不叫美国波金会给我们 台湾民政府发展组织 我们台湾人自己要有骨气一点 好 第二个 我们凭什么要叫美国波金会给我 好 就是说 台湾人 你还有那么多人 都没有清醒过来 你看我们 有来受训的才2000多个 我们这2000多个 在台湾的总人口来比 是 等于说1万个才来一个 那比例是非常低的 那代表 还有 非常多数的台湾人 没有清醒过来 没有了解台湾目前的状况 所以 在没有足够的民意基础下 我们 要得到美国的资助 还有努力的空间 好 因为美国要 他们的钱 不是说自己用他们的乳 他还是要 他们有一个会计制度 在管控美国的所有的预算 所以你要要求他光明正在播钱给你 哇 如果真的播下来 那 我们就好办了 我们就宣传 你看我们都是美国来帮忙的 但是 其实美国 在实际未成熟之前 他绝对 不表明他美国在帮助你 你看我们常看电影 不是有很多那个谍报片 或者 他派一个任务给你 CIA的人 你去做什么事 但是他都说 你如果说 司机败落 我美国政府不承认有这件事情 有下这一道命令 有没有 现在什么都是在 台面下在运作 好 为何不叫美国军队赶快占领台湾 来接管台湾 我相信 美军如果来台湾 他是被夹到欢迎 献鲜花丢彩袋 配彩袋这一类的 不是丢鸡蛋丢石头 台湾人那么多人 99%没有清醒 他是要来这边 让台湾人丢石头嘛 丢鸡蛋嘛 所以 等到台湾人都清醒了 有超过 75% 为什么要说75% 要多一点 那个气势才会 才会更强盛 还有 为什么不叫美国把流氓政府 移到金门马祖 这些都是我们也希望他做 可是 我们要搞清楚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 台湾 跟美国他是敌对的国家 我们是被占领者 美国是占领者 美国对台湾两项要求 我们准备好了吗 所以两项要求就是 要有4000名以上的人员受过训 好 那 最早以前是说 要650万份的台湾公民身份证要发放 但是这个数字已经在降低了 因为美国发现 哇 这个功能太浩大了 我们台湾民政府 对这 这两项 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 如果我们都没有 这两项没有准备好 你说 为什么美国要 把那个流氓政府 牵到金门马祖 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分裂 美国给我们的指令 给我们的工作做好以后 我们再来 要求 那这个成立的近况 这个 因为我这个PowerPoint 是有准备对外 来演讲用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跳过去 这个 这个我本身也蛮感动的 我没想到说 我可以站在离天皇 这么近的距离 其实天皇跟我们民众之间 还有一个大概 40 大概30公尺的那个 空间 他是警卫 那个安全管制的范围 那我可以站在这么近 我想没想到 这个 所以今年我还要去 那么 我也鼓励大家 这个是我们在写历史 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 大家来共襄盛举 好 那么 我讲过 我们 政府的微信 你看最近这几年 马英九他们统治阶级 他们知道 他们在台湾待不久了 所以你看他们在歪前的速度 哇 非常快速啊 你看那个花博 有没有 那个如果我们台湾民政府来办 可能 20亿就可以办得风光 他们要150亿 还有能不能新增高价的这些花卉 你看 这种种 你可以看到说 他们非常急 他说 不趁这一两年赶快捞 没机会捞了 好 那现在的公务员 做得哩哩哩哩哩 你看 连一个 前那个消防署署长 都会贪污 那么 这些微信 公务员的微信 我们要怎么把它救回来 就像我常讲 我爸爸那一代 他们对日本的警察是 很尊敬 因为他们很有威言 有威信 OK 以前讲他们叫做警察大人 那现在是警察 台语有一个 拉尾音的就更小了 警察 車就较多吃嘛 車就较少吃 对不对 所以 警察之后又有呢 后面说帝没有的 对不对 就连警察都不是 过来又比较多吃 没错 过来就说 你看 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你看 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台湾民政部执政 不可以再 让他这样发生下去 所以我们要 把我们台湾的公教人员 这个微信 政府的微信都要找回来 这个看过 上次有来上过 初级班的都应该看过 都知道 OK 麦克阿说 阿瑟将军说 台湾是 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其实我们台湾应该要亲美日 来共同防卫台湾 你看台湾在这里 OK 现在马英雄 都故意制造事端 让台湾民众 来反美 反日 你看 他用Makio 这个事件 这是台湾的 那个日本的 日本人打台湾的司机 然后用美牛事件 让我们台湾来 反美 OK 其实有时候我在 想说 我们 台湾如果是在这里多好 那个你 你继续发 你继续研发 那个长城飛弹 慢慢来 一千公里 两千公里 三千公里 哇 等他发到这里的时候 美国说 阿你是在做什么 搞不好就打到美国 就美国就给他打回去 OK 所以我们应该是 马英雄他在 联共制台 那我们应该要 联美日 来反 中共 不管是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OK 好 我们来看中国的科技啊 他的军事武力很强大吗 我看一下 你看美国 四十几年前就登陆越久 这个是 1972年的 阿波罗16号 而且你看喔 美国已经在1982年 就成立了 这个 太空司令部 美军的太空司令部 他已经有 太空武器 只是 都是很机密的 没有发布而已 其实美国有很多 我们外面看得到的 那是已经 可以说是解密了 那还没有解密的 还有很多武器没有拿出来 所以美国 他都几乎差不多 每十年就 發动一次战争 因为那些武器有寿命 他就快坏掉 快过期的 就拿出来 丢丢看 你看 波安战争 1990年 波安战争 2003年 伊拉克战争 有沒有 好 这是 太空防衛司令部 的 logo OK 今年 这个中国 还在学籍 怎么这样 对接这个太空舱 你看这个国家 连这个揽绳 航空母舰的揽绳 都不会坐 要跟俄罗斯买 俄罗斯也不卖 看怎么办 那些飞机一下来 就摘到海里面去了 因为 你看这条揽绳 好像是低科技的 其实它是属于高科技的材料工程学 才可以做得出来的 要 韧度要够 张力要够 那个耐度也要够 硬度也要够 又要硬又要很软 这个 其实是 对立的 可是美国人就可以做出来 因为一般的金属 你硬就脆容易断 可是又要硬 又要耐用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 很多 独派的人说 台湾经过多年代的民主选举 逐渐转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吗 我们来检讨一下 国际 法上没有这个法源 国际上也没有这个先例 台湾的战争在还没有还清 主权还抵押在美国手上 我们要依照琉球模式 来跟美方协商 要求我们母国日本政府跟美方协商 看要赔偿多少美金 才可以把台湾还给日本天皇 这个动作要做 对不对 你如果这个动作 没有做 这个不可能 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OK 而且美国说 台独代表战争 这什么意思 不是中共要打我们 是美国会打我们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牺牲那么多美军 才拿到这个抵押品 你要给我拿去哪里啊 你独立出去就是 代表要跟我打仗了嘛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个部分 之前的人也有讲过了 那我就先讲到这里 今天谢谢各位 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